香港的美形藝術展覽 將會在2020年11月27日 到12月6日 星期五到星期日 在上海的TX淮海 年輕力中心展出 兩點有9場工作坊 和香港藝術家現場示範 展覽和觀賞放大 完全免費開放 歡迎在上海的朋友去看看 現在先給大家一些預告 有什麼看 老葉看到這些美形藝術 沉醉其中 因為在一個縮小的情況下 用極之豐富的細節 來將香港以前的一個面貌 展露給大家看 現在先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在上面 相信有機會去到上海 親愛景的原作品 我想更加精彩 可惜老葉家沒有機會 因為我去不到 10月27日 今天星期五 我去不到上海 因為這裡不准飛去上海 所以對不起 我沒有機會 如果有朋友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欣賞一下 現在我先給大家看一些相片 第一組就是香港的冰室 它這裡叫做中國冰室 我覺得如果它把名字 改成香港冰室 就更加適合了 我們現在看一看 它這個場景本身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 裡面的細節 非常之仔細 大家看看 現在這裡我們看到 黑白淡奶 這些很仔細的工作 我們看看那些藝術家 如何將東西擺佈 這是第一個場景 第二個場景就是 長洲搶包山 雖然老葉在香港長大 很可惜我還未曾親臨其境 所以我只可以在這個 微型的展覽之中 欣賞這個長洲搶包山的熱鬧情況 這個我一直知道 就是在香港每年有這個 長洲搶包山 建議門爬上包山上面 然後搶到包山 為家人求福 這個一個很精彩 香港很有香港特色的一個場景 然後接下來這個第三個場景 亦都在長洲那裏 就是長洲的飄飾遊行 哇 這裡 我們每年都知道 長洲飄飾遊行 也是很傳統的 有很多不同的美麗飄飾 就在長洲走過 一樣了 好可惜 老葉也都未曾親身去看過 所以我希望 我終於有一次 要親身去金利亞才行 但是 希望 看下我下次 老葉回香港時 要趁時間 去參觀一下 這些好看的東西 最後這個場景 哇 看到口水也流了 香港那些 車仔檔口 各種各樣的 美味 有牛雜 哇 這個沒有辦法忘記的 雞蛋仔 有炒栗子 和焗番薯 焗番薯 有 這裡應該有兩樣東西 放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一個 烏魷魚 和 碗仔癡 有糖水 還有 還有 早晨的 白粥油炸鬼 還有 哇 好厲害 炸魚餅 還有 烤魷魚 還有 碗仔癡 厲害 為超為妙 是不是